另外来看到中博乡的消息 中博乡在近金椒 打到800公庆 是专台生散金椒第二大相当 这次美濟风太来湿 担担到共同合物 作成金椒兜几片 我们看到就要修行的金椒 都起了了 都免靠据到管理 专业立委大明文丁正 来到金椒 没有一张金椒手朵 我们要折断 没有一张是完整的 包括有特地和没特地的金椒 都被扫下来的 起了了 这次中博乡专的李毕丁 中博乡会中感受理劈魂 28盒乡博乡管理中华官 留意专门门试察 中博乡都很不宅审 李毕丁表示 中博乡在近金椒八百公庆以上 是专专专的第二招的金椒生散兄弟 这次的犯台过境 中博乡算是参专 民众向公司专政 向公司提不关乎 其比金植都会费现金救助 现在刚刚要收冬州 到十二月到十二月就要收了 这个时候 完台来 整个都倒到没半仗了 没半仗了 冬州是价钱最好 所以不过大家都靠到没面子了 这两边的台风都过了 冬州都按内心 安静 安静清醒 好 赶紧 我们躲过两处的台风 没有想到这次梅姬来 真的把家里很多 我们这些冬山品都找到 都滴滴滴滴滴 所以这些冬州 亡市亡算是很严重 所以当然 现在就是政府 要冬州做一些 要怎么 补助 要怎么 救这些冬民的一些刺激 但是刚才说的最重要 还是我们要如何 提升农业 来对抗天险 我想 未来的农业保险 事实上也是应该要积极要走的路 我想这样子政府的角色 才不会那么沉重 沾水补偿还是有限的 没有办法终于保险 所以大家也是这样 靠着 但是未来政府要怎么复杂 这农业要怎么抗拒 天险的能力提高 这个才是政府要好好去审视 在香蕉孙一参党 中部乡专台出名的菜鸡 会怎么合幼去 中部农会中基盤菜鸡 有可能幻灵无菜鸡的状况 这些菜鸡 现在春夏凉季都在修行 现在刚刚春过的时候 大大几个的 都在红台吹起了 甚至在旁边也都吹起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国都公固 都是财固 所以我们的农丹民救费 都是现金救助 中部香港搜标市中 协助农民申请行金救助 也会受孙的农民 用相机协设 不准才算的政策 深深空要 逢中部乡 所以不准备 所以不准备 所以不准备